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兔兔萌 今天來介紹一點雙刀 這個可愛的武器吧 我一開始玩 就是使用雙刀 這個武器呢 它的速度快 而且呢 斬起來也很有威力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簡單的操作就是 按三角形 或是按R2 鬼人化之後呢 再瘋狂按三角形 最後一次按三角加圈 就可以使出鬼人化的招式 鬼人亂舞 那另外一個 我喜歡用的招式是大車輪 首先你要到斜坡 然後呢 按住跑步往下滑 最後到底的時候 按三角砍下去 我們再一次 到斜坡上 你要在這邊 跑步 看到滑動的時候 按三角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再我要示範的是 空中跳展 在空中的時候 按下三角就會往下斬 這也是一招蠻有力的攻擊方式 那我們現在就來 進行實戰的部分吧 首先呢 我想介紹的是 跳斬 欸 莫名其妙就上去了 那我們就順便來教奇隆吧 奇隆的時候 你可以按下三角形 瘋狂攻擊他 當你看到左下角的圖示 變成紅色的時候 你要按R2 來進行忍耐的動作 然後呢 現在又可以繼續砍 按三角瘋狂的斬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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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打他 打到最後他倒了 倒了之後你馬上按下R2 鬼人化 然後按下三角一圈 鬼人亂舞 新爆爆時間 就可以把他打得不要不要的 哇 太新爆了 再來是大車輪 欸 太早了 沒關係喔 我們大車輪的timing 是需要再抓的 我們再一次 大車輪 嘿 這樣子就有大車輪的效果 好 再來是他往你的方向鋪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翻滾 去回避他的動作 其實獵劫龍還蠻好滾 是因為他的體積大 他往你鋪 你就往他滾 基本上那個timing抓對的時候 你是不會任何的受傷的判定的 盡量在他的下盤輸出喔 然後他 側撞的時候 你也是用滾的方式去滾掉 好 他神經器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要飛撲 嗯 飛撲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按著跑步 然後往他方向 按X 就可以進行飛撲 這邊呢 則是善用 地形的優勢 像是這鋼龍哥呢 在這邊跟他打架 我們就當鄉民看戲喔 哇 結果鋼龍哥輸了 他還被丟出去 好慘喔 玩笑我們鄉民 既然 大車輪不到滅盡哥 我們就來車鋼龍哥吧 來吧 鋼龍哥 大車輪 那看完我們的實戰之後 我來介紹一下我的裝備喔 基本上武器的話 選你喜歡的 選你需要的裝備 需要的屬性就好 因為武器我沒有太大要求 再來是裝備的部分 從裝備來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珠子塞什麼 我記得我塞龍王的獨眼是塞痛擊 痛擊就是讓你的會心率增加 然後呢 我的蜂龍劍就是放兩顆破龍組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推薦 你喜歡放什麼就放什麼 然後看一下滅濟龍套裝 他的套裝的技能就是 加速再生 然後還有挑戰者 讓你的攻擊力 與會心率上升 然後混絕單性是我塞的珠子 弱點特效就是 龍王的獨眼 以及我塞的那個珠子 醬呢 比較推薦的是 醬之護石 因為我們的雙刀 在打的時候 容易掉斬位 斬位就是右邊的銳利度喔 那我們銳利度提高之後 就可以減少我們去磨刀的 次數 那這樣會比較快去輸出 會比較方便去讓你輸出 再來是耐力極速回復 也是比較棒的一點 就是讓你可以鬼人化 耐力極速回復 攻擊的話好像也是本身的 技能 那龍屬性就是我那顆蜂龍劍的 珠子 所以我精神斗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少在用 那它是你的耐力滿的時候 會不會上升 但是其實 雙刀一直在動 一直在砍 它耐力計量表 很難去倒全滿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雙刀基礎教學 以及我的裝備簡單介紹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按讚 或是分享給下的朋友 加入我 春秋子彌 讓我們一起征服世界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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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